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屯門興德學校 所反映的一個校長濫權問題 這間學校最近爆出 用影子學生欺詐 管理混亂 還有教師之間有很多鬥爭等等 這個醜聞可以說是香港學界之似 校長陳章平也成為焦點人物 他的表現是怎樣 大家對他的為人是怎樣 在他開的記者招待會 以及他之後的法律私訊等 向教育局法律私訊等各種舉動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就不用多說了 這件事不是一個個別例子 校長濫權這件事 在港英時代已經有了 為何最近十幾年會比較多呢 除了教育管理不善之外 和現在資訊流通多了是有關的 因為以前八十年代 或者以前沒有那麼多互聯網 通訊也沒有那麼發達 現在很多事情在學校搞出來 往往要蓋也不容易蓋得住 在學校裏面 校長在香港很多時都是有獨裁的權力 和土皇帝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那個校長是好的 當然是好 但絕對權力令人絕對腐敗 因為很多時候校長在香港大頭弄拳 就製造很多人事鬥爭 又或者利用不同的手段 去逼走或者租責一些 他自己看不順眼的老師 而這些老師很多其實是有正義感 有責任心 對學生很有愛心 很盡責的好老師 但是因為他看不順眼 一些校長濫權的舉動 往往和校長有一些衝突 校長就會用盡他手上的權力 去不斷打壓 例如授意其他一些比較聽話的教師 去孤立去打擊他不喜歡的這個同事 又或者授意一些支持他的家長 去做一個他不喜歡的老師 做一些不合理投訴 而利用這種投訴來打擊這個老師 在1997年之後 學校加強行工量值 很多老師都變成合約制 合約制 例如兩年合約 隨時結合約 不和你續約 你就等於沒有了飯碗 還影響你教學的資歷和年資 以及嚴重影響他在教育界的發展 令到校長的權力 就無形中大幅度提升 因為他的生殺大權 是增加了很多的 所以 1997年之後 校長濫權的情況 比以前 港英時代還要厲害 這件事根本一直都在嚴重 傷害香港的教育 嚴重傷害香港的學生 也傷害香港的未來 事實上 事實上 教育局不管你的政治取向是怎樣 你都必須 盡快 成立一些更加有效的機制 去壓止 這個校長土皇帝的權力 問題是 現在教育屋本身 都其身不正 由特區政府到教育屋本身都其身不正的時候 應該做的 他又不去做 往往 製造很多所謂行公兩席 又在一些所謂的 國民教育那裏 搞一些無聊的爭拗出來 而真真正正為家長為學生為香港而做的教育政策 例如 抑制規管校長的獨裁權力這方面 就不但毫無寸進 還令他這種獨裁權力變本加厲 現在這個屯門輕德學校事件 只不過是校長獨裁權力嚴重腐敗 那個現象的一個冰山一角 但是在這個 其身不正的特區政府和教育局的管理下 這個現象能不能夠撥亂反正呢 我是非常之無信心 亦都為香港的學生 覺得非常之擔心